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不少购物中心来说 直播带货似乎又成为了一次无效投入 并引发出是否还要继续做直播 是不是把直播与促销合并等等疑问 我们认为直播带货再一次触及了购物中心作为流量运营平台的本质 只有突破购物中心流量运营的思维壁垒 才能抓住购物中心在直播产业中的价值角色 看起来不奏效的结果是流量运营的思维壁垒 RAT锐意德对购物中心本质的定义是 以消费功能与场景体验吸引顾客流量 由零售商入住进行流量变现 向零售商收取租金的物理空间 购物中心负责吸引流量 由零售商进入做流量变现 传统资管并营模式下 租金是零售商入住变现给购物中心分账的结果 而直播带货可以另成一套变现分账体系 从选品策划到直播下单再到物流分账 购物中心直播基于品牌营销平台流量紧密联系又自成体系 具备独立商业闭环前置 直播带货已在电商领域充分扁平化 流量吸引能力不断被验证 流量变现也有了成熟解决方案 剩下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 不用其商业模式 增益购物中心的流量价值 我们认为包括百货和购物中心在内的线下实体商业平台 实际上有能力上范围 不依赖强势KOL的MCN机构 借助电商日益成熟的CPS方案 通过私域运营和线下粘性服务的差异化优势 下流量变现的增量蛋糕 CPS Cost Per Sale 原文互联网广告用金模式 以广告带来的实际销量 按预设的比例计算广告主的用金 在直播场景下 只消费者通过主播购买商品后 主播或其所在机构对商品实际销售额进行分用 效率问题 看基础链路 底层逻辑看增长机制 理解购物中心直播带货的商机 首先需要明晰 现有尝试中的技术性效率问题 电商直播火爆的原因 之一在于开播的门槛很低 设备 网络 人员等等 均不构成进入性壁垒 但要实现带货 选品策划 现场效果 氛围营造 节奏把控 织布物流等等方面 都需要具备完备的产品功能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当前商场直播带货的技术性问题 包括如下方面 硬件支持 设备模糊 灯光偏暗 收音抖动 场地成就等 使得直播观感大打折扣 货品选择 多数购物中心只是了解品牌 哪些货品更适合直播场景 和本场观众的需求 缺乏把控 导致直播带不动货 内容策划 不少运营商自己的调研显示 消费者往往认为 其直播过程比较无聊 除了主播本身的直播专业性之外 对脚本预演 活动策划等环节的轻忽 实为主义 营销预热 例如微信推送 微信群通知 品牌粉丝和商场粉丝 联动等等 多端预热是快速积累 直播流量的前提 现场团队尽管出现在屏幕前的 只有一两个主播 但是只要观众稍多 就必须增加 现场客服和支持团队 以实时辅助订单 互动 拉新 沉淀粉丝等工作 供应链 线下商业通常不具备电商的 渠道价格优势 同时也无法掌控库存 物流等交付环节 因此更无法对接 直播平台提供的分账方案 交易体验 由于供应链的缺失 一些商场被迫通过线上 发放优惠券的方式 间接带货 但拉长的决策链条 也基本等同于顾客流失 正如朝阳大跃城的一位主播 在媒体上表示的 主播镜头前的发挥 只占直播效果的 30% 70%的成功 要归功于团队筹备 与线下一对一销售的场景不同 直播过程是主播一对多交流 这在提升信息 传达效率的同时 也会放大细节问题 而百货业之所以 在当前的直播大战中 优势明显 重要的原因 即在于百货在供应链 交易体验等方面 逐步打通了 直播带货的链路 天红百货的财报显示 一季度 即百货专柜线上 销售环比增长347% 订单量 环比增长158%